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哈 抢先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现在来连线嘉义线 现场候选人翁张良 张良你好 老师的现场听众朋友大家好 嘿张良 我们在问您的选情之前 我们来问一个 现在客阵发烧的一个议题 就是故宫南院 有没有可能因为北院 封管或是小而美而被加汇到 那有一场会议在 这个政委张景深的办公室 您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事实地物 您会深属其中 实际上这个故宫南院 发展是嘉义人关心的问题 因为故宫南院 实际上这种开关以来 实际上一直没有太好 然后整个实际上原本我们期待 故宫南院可以带动 铺子太宝跟六角的发展 那基本上整个状况 并没有于我们所想象 那陈平文立委 实际上他也很关心 因为当时故宫南院 就是他在当现场的任务 所争取的 所以陈平文立委也约了 这个张景深政委 跟这个陈其南院长 大家一起要来谈谈故宫南院 到底我们这个新政府 要怎么样继续来做处理 那当然在陈平文立委 在业的过程当中 那刚好在那一天要去的前一天 陈平文立委碰到我 就问我说 明天我们要去谈故宫南院的事 他跟蔡宇立委要去 问我有没有时间 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去了 那大家就来针对故宫南院的发展的问题 做广泛的一个讨论 是 那原先就是说 您是在一个没有设定的情况之下 被带去的 那可是现在这个新闻 慢慢我看昨天 尤其政论节目都有提到 就是说您现在是候选人的身份 那怎么可以参与 而且建议 这个部分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实际上那个整个是在做广泛的 这个讨论 那实际上关心故宫南院的发展 是每一个嘉义人 尤其是在故宫南院周遭的 这个嘉义的详情 都很关心 因为当时这样的一个故宫的能量 我们希望它的外衣效应 可以带动城市的发展 那我身为一个这个选举的人 基本上我也一直很关心 整个故宫南院未来到底 能不能发挥它的能量 那所以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大家在广泛讨论的过程当中 那实际上我去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嘉义县的一个县民 然后他关心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想每一个嘉义人都会关心 那如果其他候选人抗议呢 其他的候选人抗议也 同样他们也在关心故宫南院 我想基本上那一天整个去 我也完全是丢掉候选人的身份 那完全基本上我也没有穿任何的竞选的服装 进到行政机关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都已经不限上当 我认为没有什么道理 张良你也是一个会论述的一号人物 就说如果我们拉大来看的话 用北院来救南院 你觉得是个好的方法 那台北市也会去估算 这样他们会在人潮上面会减损多少 观光的发展上面会减损多少 那以及就是说可不可行的一个问题 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不是北院救南院 因为原本北院跟南院就是一个平衡 那原本当时在北政府的时代 之所以会想要去筹设一个故宫南院在中南部 基本上就是想透过文化分泉的角度 然后来带动地方发展 就像楼浮宫在朗诗 当时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基本上整个南故宫的定位 到底怎么会让他能够发挥当时的设想的影响力 的能量 我想这个东西是整个中央政府 当时的整个政策思维里面 那到底现在做的有没有如当初所想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没有北院跟南院之分 也没有所谓旧跟不旧的问题 好的那如果是先前第一个版本是趁着这个故宫他整凶 我想陈秦南主委那时候也有提到 如果是关三年 那这个版本被推翻了 说没有那么久 那可能改成张景森政委 昨天在脸书上面说 我们可能在北院这边做小儿媒 而对这个南院是有一个变革的一个做法 您认为这样子对于南院的意诅多寡 我的意思就是说南院的问题本身可能会出在哪里 那如果用这个方式救得起来吗 我想南院是这样子 当时在扁政五时代的规划 就希望在南院的整个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展览空间跟馆餐 他是希望有几个很重要的主题 是整个移到南院来 对 一个是火教文物 一个是亚洲的资品 还有一个是茶文化 我有去看 刚好有看到茶文化 而且日本的茶道 那时候也在这个南院展出 是 您继续说 再来就是因为故宫整个腹地 大概将近七十公顷 那整个在馆餐外面的空间 有高达将近五十公顷 那这五十公顷当时的规划 就希望能够用所谓的亚洲的庭园 来做规划跟设计 所以他可能有闽南庭园 有所谓的回教庭园 也有所谓的日本庭园 那希望透过这些庭园用茶文化 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我们一直都期待 整个故宫南院的广外 先不要谈故宫南院本身 我们希望故宫南院的广外 就是一个嘉义人的一个大公园 或是嘉义人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而不是像现在 只是种一些花花草草跟树 我想有一个有主题的规划的一个设计 跟一个没有主题规划的设计 那是差别很大的 那至于北故宫是否在整修的期间 到底他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作为 我认为那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那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扩大 这个南故宫的当时所规划的这个馆场 包括户外的空间 能够再重新做整理 规划跟设计 当然我站在嘉义先民的立场 我绝对乐观其惨 那我们也要极力争取 那我们希望故宫南院 真的就当时扁政五时代的规划 因为文化昏泉 而带动一个所谓的农业线 发展出另外一个多元产业 提供就业机会 然后透过他的外溢效应 真的可以带动六角 太宝跟兔子的发展 是 这个张良 你曾经也被问到 很多媒体都关注就是说 这一次吴芳明就过去 您的学运伙伴甚至曾经有同学经验的 只有芳明 他在参选之后 他开始这个打的就是 很明确就是打破明文规定了 那他会不会 某种程度他会认为说 反正翁张良就是 前面就站着这个陈明文嘛 那包括这一次也 如果要做力多 也是做给翁张良嘛 所以你认为就是说 你的选情有这个危机到 或者说根本就是持稳的 没有必要放这种力多 是不是 选在越来越热 高姐 我不希望这个所谓的国家 这么重大一个议题 当时的文化混选 希望能够来带动 整个中南部的发展 所以这个东西 没有所谓的北故宫跟南故宫 这样一个议题 把他混淆起来谈 我认为南故宫怎么做得起来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到底要怎么做 我想有各种可能不同的方案 跟因应的做法 那基本上很清楚 我这次的参选 是透过非常激烈的初选 然后透过由夏而上 然后透过嘉义宪明的肯定 后来由民进党中央提名 来代表民进党参选 所以如果说把这样一个候选人 指涉到跟所谓的 跟另外一个 或者说陈明文 直接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认为这个就是完全不了解 整个所谓的初选的过程 它是一个由夏而上 经过宪明肯定 然后也认为说嘉义宪 应该要让我们来参选 我想这样的嘉义宪明的意志 大家丢在一边 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 那再来实际上 整个原本就是一个执政团队 所以在一个执政团队里面 同一个党 当然基本上对党的发展 跟党的经营 跟党的政策 基本上原本就是一个互相拨通 怎么样让党为所有的县民 跟台湾人民服务 可以做到最好 我想这也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 好 那个张良 基于公平的起见 我们不是说抓你来 专门来回应故宫 我这边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给张良您来评估您的选情 或者是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施政 你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来张良 谢谢光琴 我想这样子 这档险战基本上是我的险群是很稳定 所以没有所谓的用故宫就嘉义先行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假设前提是不存在的 那我关心的是整个嘉义的产业布局 产业布局 嘉义的转型 所以我这次才特别提出一个口号 叫做勇敢转型 创新嘉义 那我们希望住头 我们希望留住本地的人才 那我们也希望很多外地的人才可以来嘉义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实际上嘉义很清楚 嘉义就是一个农业线 所以嘉义需要新农业的人才 那嘉义的老人相当的多 所以如果有社工跟医疗背景的 我们需要尝照产业的人才 那因为嘉义在过去的历任的现场 大家在开发工业区包括做很多的努力 就是希望整个所谓的嘉义线的这个发展 不要被整个都市的拉力 整个硬拉到整个 让嘉义线变成是一个空洞化 所以也开发了很多的工业区 那大家知道 即将嘉义线的大普美工业区开发的非常成功 几乎是很多的厂商都进驻 来自于全台湾 包括台中 桃园 台北 高雄都有 那这边就需要很多的机械人才 因为它是一个精密机械园区 再来是嘉义线因为得天独厚 所以嘉义线有高山 所以嘉义线的好山好雪 所以也有很多的观光产业 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观光人才 可以到嘉义来投资 到嘉义来经营 当然农业如果再加上生物科技 那等于就是养生产业 所以我们希望嘉义未来也可以发展出 养生产业的聚落 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 嘉义的产业多元化跟布局 怎么样让农业线既有的优势 它的相对便宜的土地 能够让多元产业可以发展 那能够让如果说你是嘉义线旅 你是刚好是这一部分的人才 你有就业的机会 那如果说嘉义这个空间 跟嘉义这样的一个气候 跟嘉义的北维归线 如果说今天有很多人认为 外县市的人认为来嘉义 是一个好的投资 或是经营的一个空间 我们也欢迎全国的人到嘉义来做投资 好的谢谢张良 因为时间的关系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连线 谢谢嘉义县县长候选人汪张良 我们也会在我们陆陆续续 在11月24号之前 不分蓝绿 只要是有参选的候选人 我们随着新闻的议题 然后我们会邀请作为大连线 那今天非常感谢汪张良 我们休息下期的广告 我们等一下节目非常特殊 我们想方设法邀请到两位焦点人物 这个焦呢是焦小的焦 美焦娘的焦 等一下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休息下马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的伏笔 我埋的秘密 好我们要打开了 所谓两位焦点人物 分别是侯友宜阵营的小编 蔡婉容 婉容你好 你好大家好 婉容你这个字还好我刚刚没念出来 不然我就闹笑话了 两个字为什么这么特殊 爸爸取的 对算命算出来 哦算命算出来 婉是有个左边是甜字旁 对 那那个容差点让我闹笑话是 光荣上半部完全正确 可是下半部里面是个金字 对 是 很多人念错对不对 几乎没有人念对 另外一位是 现在当红的韩国瑜阵营的小编 许又轩 又轩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两位都有上电视政论节目的经验 呃有 所以光琴姐不是第一次对不对 而且广播是第一次吗 对对对 广播我也是第一次 你也是第一次 因为之前邀请那个黄敬营学姐来的时候 我曾经试图邀请婉容啦 对 那时候没答应为什么 那时候好像是因为刚好在忙那个 可能是行程上面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两位广播是第一次 那敢问两位第一次上政论节目的感受如何 那个又轩先 很紧张啊 很紧张 预录的也紧张 直播的也紧张 但是有去 有去政论节目跟人家PK吗 呃有跟就是对手的小编 对手小编 对对对 我有看那个报导 你跟一个陈其迈阵营的小编 甚至有针锋相对 虽然可以跟这个 已经这么火爆吗 有吗 就是 对方吧 可能对方比较激动一点点 对对对 那你就知道 我们平常跑场这个通告咖名嘴 所谓的名嘴 很厉害 鸡胚坦啊 哈哈哈 那婉容呢 你的感受 第一次上政论节目的感受 也是蛮紧张的 但是其实真的上去之后就还好 嗯 就是反而比较像在聊天 所以就是比较 不会那么紧张 可能是因为 没有遇到对手正义 就比较不会有压力 那你常看到一些媒体报导 讲你是很野艳 嗯 就是说描述起来跟 柯P的那位学姐 她的描述 其实我之前看到 我看的照片 真的是很漂亮 其实两位都是美女哦 但是我看到媒体用野艳 这两个字 你接受吗 或说你觉得怎么用这两个 还是平常就有人讲 你是比较野艳型的 平常反而没有人讲 是媒体讲 对 但是我觉得还好 可能就是第一眼的感觉吧 嗯 对啊 那当有媒体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媒体 开始你 有人报导 你习惯吗 一开始会蛮不习惯的 那你稀不希望 或是说以前读书时代 就想说我有一天 我被昂了 我有一天 最好是成为媒体 美光灯 追逐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没有耶 没有啊 都没有这样想过 这么低调啊 对 那又轩呢 没有 就是在 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本来以为 就是在 荧幕后面帮忙选战这样 然后没想到就是 会在 这么大量曝光这样 好 那我先跟听众朋友 就是我每次访问人物 我都会开场 啰哩巴说的 我首先 先竖明 本来我们今天还有第三位 是林佳荣阵营的小编 可是因为 现在你就要知道 就是说 长途距离的 不管是小编也好 候选人本身也好 他们才不管你呢 加上他们先锦楼蜜鼓 他还跑到你中午的节目来上 所以是第一个困难 所以临时退了通告 那我们也有邀请 像那个苏生桑阵营一样 怎么样 那有些阵营会要求我们说 兼顾蓝绿平衡 我们不必别人交代 我们自己都会交代 我们自己的制作team 可是呢 我觉得小编 我们不必那么过度政治化 因为这个议题本身就这样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今天就是这两位 好不好 今天两位也到了来 谢谢 那一位是比较远的 优萱 你可以不要先介绍你自己 我刚才知道两位有个共同交集 都是世新的 而且是同一届的 对 同一届 之前认识吗 以前不认识 然后优萱先讲 你在世新学些什么 然后对政治的理解程度 那怎么要踏上韩国瑜阵营的这一步 我是世新大学 然后公共关系系广告学系毕业 就是学公关和广告相关的 对 然后那时候会加入是因为 我之前就跟韩冰认识了 对对对 挺有小学啊 对 小学是同学吗 对 就是从小就有认识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 那大家也很哈韩冰啊 你小时候看到韩冰 现在呢 这可以讲吧 讲名调不能讲啊 今天哈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好朋友啊 就是从小一路看着对方 彼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这样 那他拉你去你就拉吧 就被他拉进去了 还是有考虑 因为其实就是真的对政治这一块 没有什么兴趣 以前也不会去想要了解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相关的新闻 因为你是公关又是广告系 其实不是政治系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 传播系什么的 媒体什么之类的 那后来一拉就进去了 刚开始是不是 有点不太适应 还是说一下子哇 群战打起来 容我不适应吗 就是刚开始 因为他是在大概 五六月的时候有问我 所以那之间就是边考虑 然后也有边在做一些功课 就先了解看一下报导 就是了解一下现在的选情 或状况什么的 那你主要做什么 我主要是负责就是小编 网络的工作 新媒体的部分 包括哪些 包括脸书 对 然后IG 然后还有YouTube YouTube 对 但是我们比较杂一点 就是也会去跟着跑行程啊 或者是有一些实体的活动 我们也要帮忙或协助这样 当然杂 还上电视节目去跟家找家 就是要兼顾非常多的层面 那婉容呢 我也是世新大学的 那听说您是风头人物 风女人物啊 也不算啦 那在世新 之前是学生会的会长 对 然后我是读口语传播 学习毕业的 那你认不认识那个 游子强老师啊 认识 该不是你老师吧 有去旁听过他的课 对 那口传系对你来讲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觉得口传它学的东西很广 就是我们其实好像是 每一个都沾一点点 比如说新闻播报我们沾一点点 然后公关我们沾一点点 但是其实每个部分都有接触到 那你就会发现其实 不管是任何的行业或是职业 都是跟口语表达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其实讲话很重要 那你有时候打开电视看 有些名嘴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不太会 我觉得会上争论节目的名嘴 都很会讲话 基本上 对 因为他们的逻辑是变得很快 然后可能马上接受到 那里有比较需要补充的部分 他们很快就可以转得过来 其实基本上嘴跟脑是一体的 对 对不对 你嘴巴再会讲 你脑袋空空 其实也讲不出东西 对 好 那这个当初选这个学生会会长 是你主动吧 那时候是从副会长开始 那时候是跟一个学姐搭档 然后副会长做了一年之后 就想说 还想再继续为学校做一点什么事情 所以又再出来选学生会会长 那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有这个背景 什么台大什么会长副会长啊秘书长啊之类的 您当初是不是也有这个 那时候可能就是只是觉得 如果大学四年没有参与到公共事务会很可惜 公共事务就讲到了 对 那政治也是一种啊 对 但是我觉得是完全不同面向的东西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服务学生 然后学校的东西够很了解 这样就够了 但是现在就是变得公共事务是非常庞大的 就是它是 你不只是服务一小群众 它是一整个区域的民众你都要捡骨刀 我觉得很困难 那时候你是一种选举吗 可以说你有参选经验吗 可以这么说吗 虽然是校园 校园啦 校园的 你有选过别的吗 校园美女吗 你们有伴吗 世新有伴吗 世新美女太多了 真的啊 这还不算 世新美女很多 那我们是读什么的呢 那这个同样一个问题就是 后来你怎么有这个渊源到 侯阿伯这边 侯友宜这边 那时候是系主任 那时候推荐 问我说 世新的系主任推荐 对 口传的系主任推荐 然后他那时候也没有说得很明白 就是会不会有兴趣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会觉得说 就跟又轩一样啊 没有触碰过政治这一块 然后那时候我是想说 可以多了解看看 然后毕竟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然后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碰得到选举 毕竟很四年才一次 选举好像可以试试看 那包括又轩 又轩你会一听到是 韩清来 韩冰啦 韩清是妹妹 韩冰来找我 要去帮韩优 帮韩国瑜耶 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好啊好啊 还是说你一听到这个名字说 如果是谁谁谁比较好 会不会因为你要 服务的对象 要包装的对象 而自己有好恶呢 不会因为其实对其他人我也没有到很熟悉 对啊 然后跟就是比较起来 我跟就是韩国瑜主委来说 就是还比较熟一点 所以我知道他这个人 他的相处的模式跟态度 同学的爸爸嘛 对不对 以前看到他可能在读心经 怎么社会 怎么社会 那婉容呢 对侯阿伯 侯友宜 我觉得一般人对他都是 那一样的印象 就是铁汉 对因为以前可能就是看一些专题啊 然后看新闻啊 就会知道一些他办案的一些经过这样 对他的印象就局限在 那个时候 小时候有看过他吗 有很长 就电视上啦 电视上 对然后去一些 因为还有时候他当副市长的时候 然后他会去一些活动致辞 今年年龄应该都只是看到他从桃园 然后一直到 尤其新北市副市长 七年多这段嘛 对 你有没有看过他那首南非五官 他去营救 然后爆出baby 后来很多专题会报导 所以我都有去看 然后就会 在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哇 神一般的人物 神补啦 对好厉害 对于未来你们 就是后来你们帮 你们服务的对象包装 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你们不了解他 对不对 你怎么去包装他 那尤其是有没有看到影像 因为我们做访问也要做功课 哦当我看到那个旧的三台那个影片 他们家的独子 在火烧车 那场世界里面烧死 哇那个夫妻 哭得气不成声啊 太太都已经站不起来 那个画面有看到吗 有 专题都会报 专题都会报 好 我们先开场 我们跟他闲聊 跟两位闲聊 好我们等一下就进入 我们实质的选战 好 要战一下 好我们就下期的广告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这一集的专题 我们制作单位下的还蛮不错的标题 最受网友欢迎的竞选焦点 这个焦是美焦娘的焦 韩国瑜以及侯友宜他们的正妹小编 分别是徐又轩跟蔡婉容 我们跟着这个刚刚韩国瑜跟侯友宜的顺序来走 那我这边请教又轩 这个韩国瑜阿伯 是你先前就认识 小时候因为韩兵的关系就认识了 可是你出界面很正式的 他对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说他可能希望你们 你之一的 或者你们这个团队 帮他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其实他没有特别的要求 他就是把他的态度说清楚 就是他觉得 就是他想要一场快乐的选战 对所以他不希望我们 就是如果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不希望我们去攻击对方 或者是去批评对方 对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团队 其实定调下来 就会跟他 就是都会走一个很快乐的路线 那你可以跟我们陈述 就是说从FB LINE 还有其他像IG 年轻人朋友的很多 像黄静瑩就科匹的那边 他们很早就是 很着重IG的经营等等 那还有各式各样的管道 你们后来一步一步怎么样建立 韩国瑜在网络上的声势呢 其实IG跟Youtube 还有IG YouTube跟LINE 都是因为他这一次选就是市长 然后我们才去注册申请的 对所以其实 那他先前都没有啊 对他先前都没有 他先前就只有脸书而已 对对对 就是他选当助席的时候 对对对 那又很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团队人 是看了他从 粉丝可能从零啊 然后变到现在可能几万人这样 所以对我们来说 就是其实蛮有鼓舞的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 要跟科市长 他们的人气相比 或者要冲到什么样一个目标 倒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 如果喜欢我们的人 就会自动来按我们的赞 或者是来追踪我们 所以就是希望 当然是希望那些粉丝是自动自发的 不是我们去买的啊 或什么的 那听说就原先Youtube 可能会因为韩国瑜 他的口条 不错 这个公认的 我有次坐到王世坚的隔壁 对对对对 变动会的时候 他说有人还在说台语 我传达那个原因 他说有人生出来 就是从嘴巴先生出来的 他的意思说韩国瑜就是 对对对 那个很会讲啦 然后就是生出来就从嘴巴开始生出来的 那你们可能会认为说 他很会讲 有时候不知道他受访啊 或说 参加什么样一个形式的演讲也好什么 所以你们刚开始是不是 只是在Youtube上转po他曾经受访的内容 后来觉得这样不够 后来你们觉得要怎么样帮他特殊的设计 就是刚开始就是会截取一些他受访 或者是像刚刚光临界讲的那些 对但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直播这一块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他不用去剪接 或者是说再经过后置 就是最直接的呈现给大家 他完全没问题 他没有任何意见 那他为什么从前一阵子开始就深夜直播 然后这昨天又一场 我想说晚上不睡觉啊 搞得这么累了啊 晚上不睡觉 而且晚上可能穿着就不是那个蓝衬衫了 就开始坐到那边 就开始了 比较凶 为什么选择深夜有什么目的吗 其实是刚开始是因为他行程真的很多 所以其实就是那种 以前可能是九点啊十点做直播 可是现在他已经可能九十点他还在跑行程 或者是还在开会 所以可是因为很多粉赛 所以跟我们说还是希望看到韩总的直播 所以我们就是有跟韩总稍微讨论一下 那要不要就是我们来做深夜这一块 那另外也有很多 所以你们提出的 年轻人提出的 对因为很多年轻人可能晚上也很晚 夜色组 对对对 所以就是也可以供那一块年轻人 那他每天睡几个小时 如果又加上深夜了 他一大早要出去跑 他一个人坐到那里 有没有讲讲讲 爱捆爱捆 会会齁 他连上郑少康的节目 他后来 其实也不止他 我看到还有其他选事议员的 中间就开始打盾 打起来了 对就开始会这样 眼睛会这样眯这样 嗯嗯嗯 好的我们先访问韩国瑜的小编到这边 那婉容呢 侯阿北是不是很容易包装 他就是那样一个警政署长铁汉 办过很多次大案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还是说你觉得不够 还要把它改变 有没有这种想法你们 其实侯父他原本 嗯 我在进到团队之前 嗯 我对他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那样 比较铁汉一点 嗯 然后比较严肃 嗯 但是其实 跟他相处过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跟 很像家里的长辈一样 嗯 他是他是非常平 就是私底下是好笑的 嗯 然后又很平易近人 他有什么好笑 你讲 讲一个 就是他其实很爱跟我们开玩笑 嗯 就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吃饭 嗯 他有时候行程可能跑回来 有空打 嗯 他会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他就会讲一些他以前办案的小故事 吓我们 对 因为他其实 他习惯了 但是我们听我们都不习惯 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 就会想说 哈 吃饭你跟我讲 对 然后他又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 然后有时候 我们都会在办公室 然后假装跟他敬礼 这样子 嗯 比如说 欸 活不回来了 然后跟他敬礼 他就这样过来打我们的头 其实私底下的互动 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所以我们在一些 比如说他的形象的部分 嗯 我们会想要把这样的他呈现给大家看 嗯 并不是说 然后刻意把他包装成一个 嗯 很平易近人的角色 嗯 或是 他本来就是这样你的意思 对 我们就是把他最私底下的那一面 呈现给大家看 希望让大家看到 一不一样的侯友仪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初衷 这样子 你能说代价吗 完全不会 那侯父很喜欢使用他的母语 他觉得很亲切 对 所以我们 我一开金团队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我旁边讲话 嗯 然后他讲了讲 我就在旁边这样 发愣 因为我真的听不懂 然后他说 你听不懂哦 这样 我说对 其实后来慢慢 他每次一看到我 他都会说 啊你台语有没有进步 这样 那你们会 为什么又轩也是这样 你们这一代完全听不懂吗 还是说都有使用 你都会嘛 我是听得懂 但是讲的话比较不行 会讲 对 然后 因为侯父他是讲很快 因为他怪用力 他是嘉义的 对 然后他讲很快 所以有时候他讲话 我可能要 稍微再思考一下 刚才讲什么 但是其实 进到这团队 有个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台语进步很多 对 该学哦 对 就该学 那个两位有没有 然后随着相处 觉得 真的亲切到 好像 而且密切相处到 打过 选战的革命情感 深厚到 觉得跟这个 父子辈的人物 好像有点点感情啊 嗯 那是什么样感觉 婉容 我觉得很像家人 很像家人 对 然后 因为有时候 我父回来 然后会跟我们的相处啊 不管是平常的相处也好 然后跟他出去行程的时候也好 你就会慢慢发现说 每一次行程出去回来 你会在意的事情更多 嗯 比如说他今天衣服穿得够不够 嗯 或者是他今天累不累 有没有吃 有没有吃饭了 嗯 然后 或者今天有人攻击他了 我们反而比他还要更生气 嗯 我觉得这个是时间 慢慢长久下来 相处起来 其实 嗯 你会 不是 帮他打选战而已 嗯 你是会想要看到这个人成功的感觉 嗯 是 又学呢 那个 韩国瑜 他是一个很会关照人的 嗯 你的接触呢 因为 我觉得是从 因为之前可能会觉得 他就是好朋友的爸爸 可是现在就会开始有 多一点点 就是敬仰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从他的一些 很多做事的态度啊 或者是包括他现在 就是选战一路打下来 他的那个理念跟风格 嗯 你就会从里面学习到 哦 这个人他其实 他有很深的一个修养 嗯 还有包括他很内敛啊 等等 就会想要从他身上 再挖更多东西 就有点像 以前可能像爸爸 但现在可能像老师一样 哦 对 已经有这个转换了 对对对 就有那个感觉 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婉人我这边请教 我先请教两位问题 因为这段时间会走得很快 有留言板问说 两位单身吗 是吧 我不是 你不是 有一个不是的啦 那还有就是说 这份工作对两位 未来有什么影响 那个 又宣先 嗯 我觉得是在 以后会更谦虚吧 因为觉得第一份工作 就是老板跟到一个很好的人 然后他教我们 很多做人的态度 嗯 所以就会觉得说 而且就是在媒体这一块 可能就是要比较 谦虚 然后当一个好一点的 先当一个好一点的乐听人 再当一个好的媒体人 这样子 听到没 这个年轻人跟你讲说 要谦虚 对不对 谦卑谦卑再谦卑 那这个婉容呢 我觉得也是待人处事上 做人做事 学习到好 真的教的好 学到非常多 你们真的是学到精髓了 嗯 你要做事要先学会做人 你要先做一个好人 要先学会这些 你就发现 你再有技巧 你新闻跑得再好 你再怎么样会讲 其实这个都是 没有用的 其次的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讲说 那个人格 嗯 做什么样的一个人格 你有什么样一个心理素质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 呃 这边请教右萱 就是最近难免 有人讲就是说 过去科粉也有这种现象 难免就是说 韩粉多了 你们很难去控制 一个舆论总项嘛 跟他们可能有 庞大的攻击力 像呃 你们有些人口中的韩总 他一再的呼吁就是说 像不要攻击詹亚文 对 或怎么样 你们难免会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处理吗 在你们的范围内 对 还是会有 但是我们就是以 像脸书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公告给所有的粉丝了解 对啊 因为毕竟言论还是自由的 然后毕竟手还是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去写 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尊重大家 但是还是就是 再次呼吁就是 他希望是一场干净的选举嘛 干净快乐的选举 对啊 所以还是希望支持的民众 可以跟我们一起响应这样 是 那韩国瑜昨天深夜的这个直播 他说 不排除假网民是什么意思 哦 因为呃 有些 就是我们有在怀疑 有在看那些留言嘛 然后会觉得说 有些他们可能以前 从来没有留言过 可是为什么这次在这个议题上面会 好像在 就是好像是挺我们的 可是事实上那个用词 会比较尖锐 会比较酸一点 所以会还是有这样子的怀疑在 就刻意塑造一个 好像猪队友的内容 然后让韩国瑜被攻击 被波及就对了 对有点 所以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嘛 哦 是 那怎么管控呢 或是怎么样防堵呢 怎么样让可能的伤害 减轻到最低 当然你们会把一个 后选人做大 有些韩国瑜好包装 后卫也好包装 但是难免会有危机的时候 有没有 呃 还是会有 就是 但是因为 这方面我们实在也没办法去控制 要靠团队 对不对 不是你们能决定的 对对对 二十几岁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要决定这么严肃的事情负担太重 那这个婉容呢 有没有碰过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会常遇到的问题 你越快得到资讯你越方便得到资讯 那当然相对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也会跟得出来 对 但是就像刚刚又轩有提到说 其实侯夫也一直都希望说这一次的选举不要太多谩骂 不要有责备 就是他也少 对我到侯伴之后没有看过侯夫生气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同样是学习到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就是尽量能够在我们的管控之中 我们让我们的选民也保持一个这样子的素养 都是我们非常期望的事情 那电视辩论会或证件会会不是你们在阴影选举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呢 宛容 像尤其侯夫前前意愿不高 后来还是站上去了 那你们当时我在做什么 其实就是侯夫突然讲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哇 好man哦 马上就答应那个当下 同呼吸了 对然后当然会替他感到紧张 但是我觉得因为其实辩论这种东西 他并不是说谁吵得凶谁吵得赢 他就赢主要还是在内容 那我觉得其实侯夫这一段时间 他在不管是市政的准备上 或是议题的准备上 他都很认真在准备 所以其实团队反而不太担心他出去会讲什么 会讲错话会讲什么不好 对那我自己私底下又问他说会不会紧张 他说不会啊都准备这么久了 不用紧张这样子 两位会不会担心选情 会 担心到什么地步又觉得 有人讲说哇高雄啊 这有可能会赢啊 这已经逼近了啊怎么样的之类的 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这样子问 可是我们自己内部还是觉得就是很紧张 还是处在一个就是焦灼的状态 焦灼的状态 情愿说呃危机意识高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也不知道到选战会到底还没结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宛容你有没有睡觉的时候会不安到睡不好 有到这种地步跟候选人差不多了 上次大家团队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每天基本上都会梦到选举的事情 不是梦到在跑行程就是梦到在打新闻稿 就是因为其实每天都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当然会紧张 嗯 对然后那侯夫也一直都希望我们保持紧张 嗯 他说不要不要太安逸 是 每一每一刻都要很紧张 好 呃最后哦 当然就是你们人生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经验 那很多你们团队的大哥哥啊 这是可能比你们长一代的 他们都是当记者当了一二十年才到人家团队嘛 你们是第一份工作啊 没有没有皮皮的意思 就是说最后如果选票开了 经历过这场选战了 这个婉容先讲就说 你会被哪一天告诉自己说 美好的仗义我打过了 会有没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真的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棒的经验 嗯 因为我觉得我也很庆幸说我第一份工作就跟了一个很好的老板 嗯 对因为他在教我不仅仅是选战上面的东西 很多像刚刚有提到做人处事上 然后一些面对人生当中一些心态 他也很常跟我们分享 嗯 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么年轻然后有这样子的经验 嗯 是可能很多人在三十岁以前都不会遇到的事情 对对 但我遇到了 嗯 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啊 好难 嗯嗯 超乎自己的能力范围 但是我觉得学习到很多 嗯 不过我们应该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也年轻过 我们很早跑新闻就看到人心的险恶啊 哈哈哈 啊这我家的哈 里面孫轩来帮我们做个权论 嗯 我觉得就是这段过程以后再回想一定会觉得就是自己走过一段很不一样的路 嗯 然后会会去回想到当初可能学习到一些事情 然后当然也会影响到后面我们可能不管以后到底是不是从事相关的 或者是到其他的领域去学习 我觉得都是一段很精彩的过程 好的 那我们时间刚刚好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请说 另一弯抢先报告 用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